乔报提侦纳克10月7日洛杉矶报道周永,一辆豪华婚礼轿车在纽约上周的一个十字路口,发生撞车事故,造成至少20人死亡。 去美联社报道,一名了解撞车事故调查情况的人士说,在遇难者中,有18人在豪华婚礼轿车里,两人则是旁观者。 该人为被公开讨论初步信息,并在不透明的情况,向于周日发表讲话。 当地报道称豪华婚礼轿车,当时政府与一场婚礼派对,当局称,周日下午三点的新闻发布会前,不会确认进一步细节,受害者的名字没有公布。 来自斯科哈里县至二官办公室,纽约州警察和红十字会的紧急救援人员,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,福克斯新闻视频截图。 这起事故发生在纽约州府228年附近的斯科哈里。 警方在星期六下午两点前,收到报警电话,正在斯科哈里的30号周路,State Road 30和30A的交汇处,发生严重车祸。 相撞的其中一辆豪华婚礼轿车,当时载着许多参加婚礼的宾客。 纽约州警察理查德奥布莱恩,Richard O'Brien,在周六半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, 在这一点上,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,这是两辆车相撞,由于这次事故造成多人死亡。 这项调查还处于起步阶段,事故发生在苹果桶乡村商店Apple Battle Country Store附近,这是一个在秋天很受游客欢迎的地方。 据尔巴尼泰务事联盟报道,事故发生时,商店停车场停满了汽车,并充满了行人。 事报地点附近的目击者芬内根告诉德顿电视台,他听到一声巨响后尖叫。 我听到一声巨响,我从前门出来,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 芬内根告诉电视台,我在苹果桶的停车场旁看到很多人,然后我听到尖叫声,然后我看到了一辆大面包车。 这是一辆很不寻常的车,出现在在了斯科哈里里的灌木桶里,撞到了一棵树上,目击者趁势发时听见巨大的撞击声,并发现一辆大面包车,撞到一棵树上,CNN新闻视频截图。 来自斯科哈里县治安官办公室,纽约州警察和红十字会的紧急救援人员,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,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。 周六个,苹果桶在其脸书主页上发表,感谢第一响应者,该商店表示周日营业。 你可能知道,今天星期六在我们公司门前,发生了一棵可怕的事故。 首先,我们要感谢所有作出反应的紧急服务机构,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有人,该商店表示并补充说,他们的信息并提导为每个涉及该事故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